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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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典之二 复读 当龚俊在媒体面前大方讲出自己是复读的 讲述他去学设计斜样 大大方方说自己成绩不好 没有天赋 也没有基础等等 我是十分震惊的 这些甚至成了黑字攻击的点 但这就我们真实普通人的生活 是学习生活的一些状态 可能我也有相较曲折一点的求学经历 通常我都要解释一通 但居然都比不上一个聚光灯下需要正面标签的上升期明星来的坦诚 他本可以不在这时候说 或者说一点就够了 谁不给自己脸上贴金 没有的都要制造一点呢 龚俊的采访很多 也很长 能力有限 真觉得很难整理表达感受 也就迟迟没有开动 打工人不是人设 是龚俊过往经历的标签 据说毕业后在上海广告界有了广告小王子的称号 但他还是凭注清晰的头脑和规划 决定还是要走演员的路 人生没有白走的路 尽管龚俊晚一点来到了我们面前 但他来了 没有疲态 不叫委屈 不去抱怨 神采奕奕 健康快乐带给我们不断的欣喜 没有作品也没有认识人 谢谢龚俊没有紫诚副业作协 也没有开个火锅店 而且带着一部部作品 越来越好的走到我们面前 他去东华大学的经历 我一直都觉得是特别完美的际遇 虽然这和业界认可的北电 中系这些的专业院校 比较客观程度讲 在表演专业可能不在一个level 更缺少优秀的狮子资源 也缺少人脉资源 但赛翁施马的同时 也没有了那些过早社会化的比较和赤裸裸的资本争夺 使得龚俊在如今闪耀的包装之下的新兴依然纯然 没有成为提线木偶 也没有娇柔作态的假面影子 你对表演的期许 也是我们观众和粉丝对你合聚的期许 一部好的作品一定是整体的呈现 龚俊在过往不成熟的演技和一般的制作 班底中依然能看出演技的灵动和角色多变 希望未来他不忘初心 带给我们更多好的作品和感动 山一城水一城 希望荧幕内外彼此良性相伴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